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要带来看看 全世界最先进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美国NASA日前公布了他所拍摄的首批全彩影像 还拍到了距离地球大约46亿光年的星系团 也带您一块去看看 灾烂星芒闪耀 棕色云雾营绕在异空中 宛若先进 美国太空总署NASA日前公布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拍摄的首批全彩色照片 其中这张船底座星云让外界大为惊艳 因为它是恒星托儿所 新的星体会再次诞生 蓝色这个区域其实大概是恒星已经在这边形成的差不多了 恒星都是在这些星云里面诞生出来的 它产生之后呢 它就产生它的一些光跟热 它的辐射 然后或者是说它吹出来的风 把周围的这个气体给吹开 船底座星云是天空中数一数二庞大又明亮的星云 距离地球约7600光年 大片云雾由气体和灰尘汇集而成 这个区块也正是孕育恒星的所在 清晰的影像让科学家能进一步探索恒星的生成之谜 也可能就是说因为它的光跟它的恒星风呢太厉害了 把灰尘都吹散了 所以造成恒星反而 旁边恒星反而不能继续的生成 所以科学家其实想要找到说 在这之间很微妙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张照片就有这样的一个代表性 不知捕捉星星体诞生 连生命终结都能看见 这张距离地球2000光年的南环星云 就是恒星生命终结后的爆炸过程 其实传统的哈勃太空望远镜也曾拍下它的照片 但哈勃的主要观测波段为可见光 看不清楚底下被星云包住的恒星 而韦伯望远镜的红外线能穿透厚厚云气 把恒星爆炸时喷发的气体跟灰尘拍得更清晰 恒星到了它的生命的终结之后 它会有一个爆炸的过程 那这爆炸过程它会把周遭的这个 把它原来在这个星星里面都会把它抛出来 抛到这个周遭的环境这样子 所以用红外线的话你就会看到很清楚 这个爆炸的过程里面 它有点像是这样一层一层的 赤字100亿美元打造的韦伯太空望远镜 口径达6.5公尺 由18片六角形的反射镜组合而成 利用红外线进行观测 它的极光力比哈勃高出9倍 所以可以看到更为弱的星系 像这一张SMSES0723星团 就是距离地球46亿光年的宇宙图像 光是这张照片里就有成千上万个星系 这些星系的光甚至可追溯至131年前 希望进一步能获取宇宙大爆炸后 受此出现光的影像 没有办法说你看到宇宙的起源 因为宇宙的起源是 早期的宇宙是光是跑不出来的 是没有光的 是黑暗的 所以它这个是说 我可以看到 从第一代的 这个星系 产生出来的光 还有这组史蒂芬五重星系 由于距离很靠近 彼此有引力拉扯 形成五个星系中有四个 反复近距离接触的宇宙之骨 让科学家更能了解 星系如何影响彼此 透过韦伯的高解星影像 让人得以窥探宇宙的最初其秘密 甚至是外星生命的可能性 微博去量其他的行星 就是在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的大气 确定在这个行星上面是有水 那我们知道水是对生命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微博观测能力 应该可以对这个 比如说系外行星啊 或是什么外星生命的 这些东西的研究 会有很大的帮助 每张影像都是新的发现 微博太空望远镜 让人类看到不曾见过的宇宙样貌 也宣告了天文学新纪约 帮助人类探索浩瀚的太空 帮助人类探索浩的太空